這個汗你是不是特意買下的 你真是沒有水我可以拿出來給你用 居民要自備滅火桶自救 原來是黃大仙竹原北川溶源流的消防喉 已經乾喉了兩個多月 時元忠先生早前向管業署投訴 屋宇外場位置的消防喉管爛了和漏水 這裡走的一月份通知了管業署 他們看了有水肥出來 這樣肥出來他要換喉就避開 他要換喉就避開喉就避開喉就避開喉 整個村都沒有消防水的 整個村都沒有 整座樓 整座樓是 他散開喉就散開了水 這樣就沒有水了 大家就沒有水了 敲給你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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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座樓上都沒有水 所有消防樓都沒有水 管業署就由3月底起 將那條貫通整棟樓的救命喉 山水債維修 但工程就一再延遲 即使消防署收到通知都闊懶你 只是說有需要那陣 加派升降台車或者泵車搶救 又指示管業署隔一層 擺定滅火桶應急 經過本部假日之後 管業署竟然即日 就維修好涉事的喉管 而那條喉更加重新游上游七 消防喉都再有水出 立法會議員阿創勝批評消防署不負責任 竟然單靠管業署去維護人命安全 也任由工程拖延不主動跟進 認為處方有責任去做監察角色 為私房安全把關 東網記者周文黎報導